大家好,我是徐曉冬,2023年的9月1号,今天加一个小视频 小视频是什么小视频呢?就是我突然看见了一个视频 是普京,是针对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一个严正的视频交涉 不新使用武力,我第一时间我觉得不对劲 我说普京身为一个世界核心的一个俄罗斯这么国家的元首 居然这样的挑衅另外一个国家 很没有礼貌,很没有素质 即使他是战争状态的乌克兰 我也觉得普京装也不能装出这么霸道,这么低素质的演说 所以呢,我把这视频今天只好发给大家 发给大家之后,我马上联系在俄罗斯的朋友们 帮让他们看,帮我翻译一下 这视频我已经发给他了 我已经发给他了 我期待呢,发给大家看一眼 之后让大家,让他给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说了什么 我发电话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служб 受不了几乎几乎中的写方 对写重 法定人數不足 人员 code 最终的惊喜,弃弃兵兵和国家。 OK,我这个视频我没有全看完,然后我就看了个大概,因为这个视频也不长,看了大概快静着听了一下他说的,他说的事情跟日,他在这个演讲过程中根本没有提到核废水和日本这几个词,压根又没有。对,他是在说俄罗斯的历史,包括最后的那几句话,他说俄罗斯有几千年的历史,怎么怎么,他在说这些。 他是一个全国性的正常发表的一个演讲,而不是说针对某个国家发出的言论,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没有提到日本,就是你那边的观众,东哥,谁不服,谁自己少翻译,听到这段话里。 兄弟,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你是在那儿上班啊,还是在俄罗斯工作,留学啊? 我留学家工作,我在那边已经五年了。 那您现在是在俄罗斯还是现在在国内? 我刚回国内,然后过上差不多10号左右再回去。 等于你在那儿已经开始工作了,对吧? 那上学办工作了。 我是上一次视频采访了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哥哥,他在那儿全家都在那儿工作学习了,完了之后还得在那儿上学了。 他给我介绍了俄罗斯现在的情况,经济比较稳定,完了油钱很便宜,完了孩子生孩子两年之内奶粉都免费,完了免费医疗,当然排队啊,虽然排队,但是确实是免费医疗,等等等。 他们说这些是属实的吧? 很属实,因为我也在俄罗斯嘛,我刚回来,没几天,刚回来不到一个礼拜可以说回中国。 俄罗斯那边第一,经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因为战争。 第二,俄罗斯人跟以前一样,该玩玩,该闹闹,什么都没事。 油确实便宜,东哥,我家的100号的油,中国不知道有没有100号,最高是98,应该。 对,对,对,我家的100号的油,东哥,有14卢布,而现在的汇率就是5块多。 5块多人民币是俄罗斯最好的汽油,相当于中国的9块多的98号的汽油,才5块多,是吗? 不,比98还厉害。 比98还厉害。 俄罗斯有98的油,有98,98加100,100加,我家的100号的油。 你干嘛加那么好的油啊?开那么好车吗? 对,我开的好车嘛,所以就加的油会好一些。 兄弟,你都跑车了富二代了,干嘛去俄罗斯留学啊? 就是怎么跟您说呢?因为我我比较喜欢国籍嘛,我也是通过这个观众的你,对,我说那边这个氛围很好的。 OK,呃,不好意思啊,小伙子,多嘚巴一句啊,您要回答就回答,您说不方便回答,您就不用回答啊。 那这个俄乌冲突,您身为一个中国在,中国在俄罗斯留学或工作的小伙子,您怎么看待呢? 这是第一。第二,您周边的俄罗斯朋友怎么看待这个俄乌战争呢?谢谢。 是这样的,我按我的个人理解,我看待这场战争,我就觉得怎么说呢? 这个战争真的有些,有些,呃,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战争就我,我按照俄罗斯,乌克兰,欧洲的立场,他们不同的立场,我告诉您这个,回答您这个问题。 好。 好的。 东哥如果是你你愿意吗 我说实话 你把你自己的家庭掏出来给别人 你肯定不愿意 但是没办法 大家都其实每个国家都很难 这个战争没有赢家 大家都很难为了个政治正确在打仗 然后美国立场 美国赚到钱了嘛 美国赚到钱了嘛 从俄罗斯低价买油 高价卖欧洲嘛 美国的账户比较大 好的 那请问一下 就是那您身边的俄罗斯的人 俄罗斯的群众 他们认为这个战争是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支持的 我就直接说吧 支持普京的支持率 现在比如说您身边100个人 朋友 您感觉他们支持普京的支持率 是百分之多少 您告诉我 还有70%没问题 70%到80% 因为我感觉每个人都在支持他 我操那么高呢 对 因为支持他的原因就是 俄罗斯在经济各种制裁之下 俄罗斯人嘛 脾气暴躁 他们也忍了很久了嘛 之后借这个机会等于是打西方国家的脸嘛 好的 那我先跟你说我立场啊 我坚决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 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 但是我不排除我对您的尊敬 我把您视为好朋友 咱们有不同的观点可以聊 咱们有不同的观点可以聊 我特别感谢您 但是当然了我也得重称我的观点 我跟您一样我也是反对的 就是我刚才只是站在不同国家的立场 不是我自己的 我不希望打上 明白明白 那太好了哥们 难得 咱们观点一样 就即使观点不一样哥们 我也认为好朋友 也谢谢您 能给我 应该帮助我解释 因为很多人我发这视频了 很多人不懂俄语 所以我觉得受骗 您觉得这些人 把说的俄语翻译成中文 胡乱的翻译 您觉得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 他们的心态就是 比如一个是赚流量 就可能啊 这个真的赚到流量的 有些傻子 他是真的真的去看 他真信 还有一个就是故意拿出来 可能察觉到日本人坏 我们把普京搬出来 把普大地搬出来 我们去搞他们 对 所以普京很惨的 普京还要背锅 我这些傻逼中国人 没错 没错兄弟 我太高兴 你能跟我这么说实话 我觉得咱俩就朋友 肯定是因为傻逼太多了 这里头 大家都看不看 对吧 等会等会 您再说一遍 国内的经济 怎么着 咱们国内 糟糕的一踏不住 哎呀 特别光高 哎呀 我这次回来 亲身体会了 因为我打车 我会跟很多出车司机聊天 因为出车司机 觉得他很懂当地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问司机 司机们都说不行 甚至有一个司机师 我是咋的 人家以前开的电池厂 出口电池到东南亚 非洲中东的 因为疫情 因为政策 长倒闭了 不知道干啥呢 60岁的人了 哇 那我独胆问一下 您的大概的位置是哪啊 是福建啊 江苏啊 山东哪啊 您在 我现在在西北这边 陕西 山西呗 甘肝 甘肃 好地方 好地方 那等于甘肃那边的经济 现在不怎么样 全国 我是先到了北京 再到了深圳 再到了重庆 再到了成都 再回的甘肃 这几个地方我都打过车了 我都跟司机聊了 所有这几个地方的司机 都给我说不行 哇 哇 行嘞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小伙子接受我采访 那就签这样 不打扰您的时间了 有什么事呢 咱们随时微信沟通 再次感谢您的观点 谢谢您 好的 好的 东哥 谢谢您 好 谢谢 好 谢谢您 好的 那就这样 好 再见 好 再见 拜拜 你看这小伙子 在俄罗斯又上学工作 说的这件事 大家也看见了 通编的视频 没有提一个河废水和日本 介绍的是俄罗斯本国的历史 和一些事 所以呢 这些小伙子最后也说了 这就是 我不敢不敢说是中国人 日本 但是能把这个字这么翻译的 我觉得应该是国内的一帮傻逼 更有可能性吧 像这小伙子所说一样 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靠山 骂日本 那怎么办 找普大帝普京去骂 这样他觉得他们更有资本 而且呢 更能煽动那些无知 不懂俄语的 可能很多是善良的人们 那么也是随大料 一看俄罗斯都骂 他们也跟着骂吧 对吗 现在已经证实了 普京这个视频 跟日本和合肺水没有任何关系 东哥就这么真实 这是我采访俄罗斯的一个小伙子 一定要不好意思 顺便说一声 因为现在东哥这个大闸蟹 真的是确实好 已经开始销售了 这个杨诚湖的大闸蟹 大家呢 可以扫码 9月23号呢 就开始补蟹了 我亲自 10月中旬到杨诚湖 给大家 补 给大家看 那么酱香的酒 这个是我亲自到尊义茅台阵 这都不用多说了 视频都有 那么现在新出的这个茶叶呢 这种龙珠的茶叶 让大家呢 可以一个求一个求的去泡 买茶叶就送这个泡茶杯 质量非常好 一天都可以喝到很好的茶 我的茶叶价格都非常便宜 都是二三百块钱 但是它直追的是上千块钱的品质 包括我的酒什么的 就才几十块钱 大家都明白吧 东哥现在主推的就是物美价廉 中国经济确实不好 所以我呢 第一能有点收入 第二我就主推给大家 让大家能相信我 感谢 也信任我买这些东西 还有鞋 最好的鞋 给爸爸妈妈穿没毛病 大家都知道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 祝大家中秋啊 教师节啊 十一啊 快乐 视频我会继续发的 东哥推荐 三种过节自用 送礼都可以的 一阳降酒 五三度纯粮降香 我在茅台镇亲自监制了 龙珠普尔 一共四种茶 买茶送焚茶杯 都是东哥专属 阳城湖的大茶县 东哥每年亲自补牢 三种商品 全网最低价 物美价廉 大家请搜网 如果你想日本移民 我信任的是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只做投资日本移民 留学的工作的都不做 请记住 我徐晓东信任这家公司 他只做投资移民 日本 这家移民公司 就做欧美移民 老板是我十多年会员哥哥 我非常信任 欧美移民 还有 圣卢西亚 圣吉祠 这两个性价比最高的 护照 大家可以咨询 扫码 我会 socia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